好的 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TCP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还没有做完 我们还没有用到多现成的一些功能呢 来反过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程序Accept函数呢 它其实只执行一次 也就是只有一个客户端可以来 然后读了一条书籍 马上程序退出了 服务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它应该一直在线 可以一直接收客户端的请求 所以这个Accept函数 它应该执行的是N次 无泄气的有可能 我把它放在Val1里边就行了 这个样子Accept函数 它可以执行N次 因为Val1永远不退出嘛 除非你强制的关机的或者什么 这个样子呢 可以接收N个客户端 对吧 因为在不停的循环嘛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客户端 它对应的读取数据也是N次 我们不可能只交换一个数据 就结束的 所以在这个读数据 它对应的是一个客户端 一个AD 那么读数据应该读成N次 我们应该放在Val1里边的 我们应该放在Val1里边的循环中 这样就满足我们的要求了 但是事实上呢 这样有个问题 对吧 有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里边这个Val1里边的 Val1里边的循环不退出 那么Val1里边就无法执行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客户端 然后读了N次数据 再不停的交换数据 另一个客户端没有机会执行了 我们想用一个循环 然后又包了另一个循环 这样呢 外层循环无法执行了 但是里边这个循环 我要必须要 对吧 我要不停的在读数据呢 一个客户端就是一个死循环 一个客户端就是一个死循环 而整体是N个客户端 也是N个东西 也是一个死循环 那么就是两个死循环套着的 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可以抛出一个新的线程 让另一个死循环 放到新线程里边 假如我这个read和printfile函数 在另一个线程里边 构成一个死循环 那就无所谓了 这边有个线程 在不停的读数据 那么这边有个线程 不停的使用Except接收客户端 这是两个独立的线程 相互被影响 完全都可以执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抛出一个新线程 首先要改的地方是这个地方 那么返回的这个ad 不再是一个单独的ad的 应该是一个数组 会有N个客户端的 我把它弄成一个10个数组就行了 然后一个全级 还有个变料 i 是记录哪个客户端的 客户端笔号 这个返回的adi 把这都改了一下adi 然后这边也是adi 读的是di号 close也是adi 在这里边我为了读多次 也是一个死循环 必须抛出一个新的线程了 要不然互销矛盾的 要 p thread 来个tid吧 这个数组 然后给它传一个tidi 因为抛出N个线程需要 一个Except的函数返回了 就会抛出一个 那么N个Except的函数返回 就要抛出N个线程 然后这N个线程 分别是这个死循环 然后第二个参数 我是属性 我给它来到空 第三个参数 启动历程 出来的方式 老名字了 第四个参数传参 我不能传参了 传的时候要注意 传参我需要交这个i一个传进去 Valty sharei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抛出了新的线程 新的线程需要使用一个ad 因为它返回了一个socket 它又找到自己的socket 只能通过序号了 所以我要抛出一个i 同样的判断一下 如果它不等于0 创造线程的时候 不等于0是失败 如果创造失败了 我们就应该将它这个id给关闭掉 close 你无法进行通信了 就应该把当起的id关闭掉 这一点要注意 如果创造成功了以后 i++写上序号加一下 这样下次再来的时候 就是ad1了 再来一次ad2对吧 然后这些话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不在这读了 我要在其他地方读 再有一个数组 tid类型的数组 我可能需要定一下 把它定义在这些 p side 刚t类型的 tid 先来试个 然后我这个时候呢 需要新的线程了 一个死雄环的读 或者写操作 在这个新的线程里边执行 p side fax 解锁参数 void arch 我来这里边进行一个读和写的操作就行了 我直接就读吧 不停的读数据 第一个是ad 然后i对吧 那么这个i是通过参数传进来的 所以是乔制转换 应当类型的 然后是buffer 最后是读几个 100个 读完以后 我将它打印出来 print for buffer is多少 百分之s buffer 那么看来这个ad呢 我要定义成一个全局别量了 因为都要仿目到这个ad 为了解单操作 我就把它定义成一个全局别量 int ad 10 这写错了buffer 然后我将tum放到一个 well循环中就行了 这样呢 我就可以不停的读数据 然后主线程也不耽搁 不停的接受客户段的请求 这就是我们采用一个多线程的好处 可能有的同学 这些写过这个程序 应该用的是多进程的方式吧 创造了一个紫进程 也是可以的 但是紫进程可能是需要的资源太多了 所以这里边我们采用一个新的线程的方式 在这里边我为了确保哪个线程来操作的 我要打印一句话 因为可能有n个客户端 然后这n个客户端怎么区分呢 我通过ip地址来区分吧 read data from collect客户端是谁 且加个梦号吧 gifness 我要读它的ip ip 那么这个ip地址又得变成一个全局别量 ip 暂停一下 这个ip地址呢 我需要转换一下 我看用到哪个函数 我也忘记了 我们要把一个ip地址转换成一个支付刀 然后转换成你认识的 initn2a initn2a 然后说remoteip 第二snaddress 第二saddress ok 我们来编译执行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initn2a make tcp7e thread function initn2a thread function thread 有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错误 写错地方了 来看一下 在这个function里边有错 init写错了 然后呢还有戳 再看一下 PeachWide 再来改一下 这一本 哪去了 哦这是创造 PeachWide-create 再来编译一下 PeachWide-create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 GCC 对吧 -peachWide-create 因为用到的线程库 make不太好使了 我也没有写makefile TCP1.c-o TCP1 这回没有错了吧 TCP1 好了 执行起来了 我来找个客户 客户端在哪去了 我的客户端 在这 先来连一下 连上来了 RageDataform 然后发数据 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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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起一个客户端 看看行不行 我可以起多个客户端的 因为我这个程序 做的时候 就是多个客户端 不停地要连它 然后不停地读数据 五六七八 再连一下 哎 又连出来了 又连了一个 最后我发数据 随便发几个 发点其他 我不能发汉字 我得发点其他的 Buffer is这么多 后面是因为我的程序 有问题接收的 多接收的一些东西的 没有缓冲完 看发数据 我们来发 读出了这个 那么来看另一个客户端 拿出了那个客户端 两个客户端在不停地发数据 再发一 然后下一个 转发222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程序呢 在不停地读数据 然后呢 是从两个客户端 分别读出了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用 因为读读客户端呢 他得不停地请求accept 所以这个accept呢 是用web死循环来做的 但是一个accept的返回制呢 又对应一个死循环 这样呢 死循环切套的使用呢 是无法执行的 所以我们要把里边的那个死循环 抛到外边去 抛出一个新的线程 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有无限个 可口端去连上它 然后每一个可口端 又是无数次的数据交换 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程序 稍微的注释一下 从这里开始注释一下 我来切换一下收入法 这是创建socket 这个是设置 IP地址 和端口 然后下面是绑定 绑定IP地址和端口 到socket 下面这个lays 设置服务器的最大列接收 设置服务器的最大列接收 服务器的最大列接收 这个获取 获取IP地址的长度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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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地址的长度 下面这是等待客户端的请求 如果请求来到 返回一个新的socket 再注释一下 服务器和客户端 利用这个新的socket来通信 没有新的socket来通信 接下来是抛出一个新的线程 抛出一个新的线程 在新线程里边使用此循环 使用的是well循环 确保能不停的交换数据 好了 那么这个well1我也注释一下 利用well循环 确保不停的会有服务器 有客户端 可以连到服务器 客户端 可以连接到服务器 这里边需要两个well循环 嵌套使用 所以 把里边那个well循环 就抛出去了 要不然well循环 外边的well无法执行 抛出了一个新的线程 那就不停的交换数据 来一个客户端 就会抛出一个新的线程 然后呢 在新线程里边使用此循环 就不停的取交换数据 最后呢 这个题还没有完成 因为呢 我们交换数据的时候 还涉及到一个同步的东西 给大家留一个最最最简单的 练习题 因为我们可以有多个客户端 连上来嘛 然后你可以从客户端 读取数据 然后我们将读取的数据 保存在一个变量里边吧 或者是对一个变量加或解 这些操作等等都行 这是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发一个add过来 那么我要对一个全局变量 做一个加操作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全局变量 number 把他等于0 开始 如果客户端发过来add 我就让他加1 发过来sub 就让他减1 那么如果有多个客户端 同时发数据的话 这就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同步问题了 不可能我们每个线程 同时对number进行修改的 所以你要进行一个同步 用户资料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使用了 关于多线程的学习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通过一个TCP服务器来看一下 是如何使用多线程的 有些事情呢 你不得不抛出一个新的线程去做它 只有这样做 你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就像我们这个服务器一样 两层放旋环 或者两层外套旋环套在一起 那外边永远无法执行了 所以你只能将这个事情 抛到外面去做 当然在写程中呢 也可能遇到其他的情况 也需要去抛出一个新的线程 尤其是在IO操作方面 因为IO操作比较慢嘛 有可能你写在一个线程里边就堵住了 导致后面的事无法执行 如果在IO操作的时候 你抛出了一个新的线程 那么当起的线程可以 毫无顾虑的去继续的执行的 那么关于多线程 整体来说就讲这么多了 关于代码还有课件 还有我们的课后列系题 我马上就会传到我们的 共享空间里边去 大家可以去里边把这个课件下载下来 然后把代码 然后等等这些都copy下来 欢迎大家去我的博客 去提一些意见 讲这个课程 可能有的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 讲的也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会儿嗓子 就有点不舒服了 希望大家都提点宝贵的意见 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期待有机会 我们可以相互的沟通 好好的彼此学习一下 好的 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有机会咱们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